好 各位观众朋友晚安 我是健良 今天天气凉凉的 其实还蛮舒适的 那今天天气其实只有在北部跟东北部 还有南部地区 有一些零星的短暖争雨 另外在嘉义地区呢 中午过后也有下一些午后的雷震雨 其他地区几乎都是多云稻晴的 其实天气还不错 那中午的温度还蛮舒适 但早晚呢还是比较偏凉一些 我们看到现在太阳下山之后 这个温度呢 可能要开始往下掉了 我们看一下目前现在室外温度 整个北部东北部地区 大概来到27到28度左右 那整个中部南部地区呢 大概都来到29度左右 南部地区的温度呢 还是比北部呢稍稍高一些 因为整个东北季风这样吹 在迎风面北部东北部 温度呢会下降的比较快一些 好 接着我们来看到这个地面天气图呢 其实这个温度呢比较凉 主要还是受到这个北方高压的影响 带下来一些东北季风 造成这个温度早晚比较凉一些 不过今天呢这个高压系统 已经逐渐的往东边移动出去了 所以东北季风有在减弱 但是还是有一些这个 微微的东北季风在吹哦 造成这个早晚还是比较凉 那礼拜三之后呢 有另外一波新的东北季风暴到 这个温度呢可能又要有明显的上降了 那另外我们看到在南海附近 这边这个蝴蝶台风 目前还是一个轻度台风 持续往西边走 对台湾不会有影响的 但是整个这个西南边的海面上面 容易会有一些比较大的浪出现哦 所以提醒这个海面上桌的船只 就要稍微注意一下了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三天天气的预测 我们看一下整个北部 东半部地区都容易会有一些 短暂性的争雨 那整个中南部呢 都是以后雷剑里的天气形态哦 那温度部分呢 在礼拜三之前呢 大概温度还是差不多 大概整个西半部地区是24到26度左右 那整个东半部呢 大概23到24度左右 其实天气还算不错 偶尔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而已 好 接着我们看到 各地区详细的温度预测 北部地区温度是24到33度 这样有距离0到30 中部地区温度是25到33度 这样有距离10% 南部地区温度是24到32度 这样有距离10到30 东部地区温度是23到32度 这样有距离30% 外岛地区23到31度 这样有距离0到30 好 最后是小丁明 要提醒你一下啦 明天早晚呢 还是会有一些些偏凉 那整个东半部 迎封面都容易会有短暂性的阵雨 出门记得要开细带雨具了 以上今天气氧资讯 提供给你这个参考